新能源板块其实分为新性的能源和比较创意的一些新性的科技 或者是环保的一些概念 这一类的股票来说从去年开始 已经不停地在香港板块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表演 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一系列的股票来说 它主要炒作的一个是它体材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类似于财政部的一些补贴的一些政策性方面的优势 那整个行业来说如果他们对于没有一个比较各个板块来说 新能源板块来说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追踪历史 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其实投资者的认知程度 还有将来的一个将来的前景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所以很难成为一个一轮比如说大牛市里面的一个一轮主力 但是会出现在不同的不同的情况下 在油脂炒作里面会翻炒至这一些板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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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